欢迎继续收看美多新闻来关注一下国外的消息 欧盟外交部与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赛普表示 欧盟反对全面封锁加沙地带 大多数的成员国也是支持继续向巴勒斯坦提供援助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赛普于本周二表示 欧盟反对全面封锁加沙地带 大多数的成员国也是表示支持继续向巴勒斯坦提供援助 那么根据法新社的报道 何赛普与27名欧盟成员国外长举行的特别的会议 表示尊重国际法 这也意味着欧盟拒绝全面封锁加沙地带 切断水电和粮食供应 何赛普表示27位欧盟外长一致同意开辟一条人道主义走廊 将平民撤离至埃及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侯塞因谢赫表示 以色列政府拒绝了巴勒斯坦允许食品和医疗用品进入加沙地区的请求 因此巴解组织呼吁人道主义组织和国际社会立即进行干预 制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允许的刺激并且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地区